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过暧昧关系 多次被拍到与其他女性约会 2012年 许志正被拍到和一名女子在大街上搂抱亲吻 还一起到夜店玩耍 和李舒贤的婚姻经历第一次危机 当时报道指两人闹到分居的地步 但后者仍然对这段感情报有期望 又考虑到两个孩子年幼 所以忍气吞声否认此事 还称分居系外界误解 实际情况为家里装修 过了一段时间 许志正又被拍到去承认用品店购物 并密会诊所女员工 尽管他坚称没有出轨 但婚姻第二次危机仍然降临 当时有港媒指出 愤怒的李舒贤 曾跑到老公所在的医美诊所对质 还哭着离开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 度过这二次危机后 两人的婚姻进入稳定期 李舒贤经常在IG 微博等社交平台分享和许志正 一家四口的温馨照片 看起来相处非常融洽 但这种幸福也未能持续太久 2022年7月过完生日后 许志正便几乎不再出现在 李舒贤社交账号上 港媒推测两人的婚姻再度出现裂痕 另外 许志正作为医生的职业操守问题 也开始被重新关注 2006年 许志正和其他两位医生 登上某杂志为一家美容中心做宣传 香港的医委会认为涉及专业行为失当 分别寄出了警告信和公开谴责的处罚 2009年 许志正再度犯错 为一家美容杂志提供美容器械资料 在杂志中还被称为皮肤科专业医生 医委会指出 他并非专科医生 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杂志的造假行为 有误导公众的嫌疑 再加上有过失德前科 所以再度判定他专业行为失当 开出除牌两个月 缓刑两年的处罚 当然 许志正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恐怕只有身边人才清楚 无论是媒体还是网友 得到的大多都是二手资料 并不能单凭这些 就判定一个人的人格 令人痛惜 前亚洲小姐黎书贤突然辞世 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前亚洲小姐亚军黎书贤的突然离世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震惊 她在家中突然离世 年仅46岁 不禁让人产生怀疑 背后究竟有什么事情 黎书贤曾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美女 她的突然离世 让人们不胜唏嘘与惋惜 黎书贤在1991年 参加了亚洲小姐选美比赛 并夺得亚军的荣誉 她以靓丽的外表 和优雅的气质 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黎书贤的成功 也使她成为了许多 年轻女性的榜样和模范 目前 黎书贤的突然离世的具体原因 尚未得到确认 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以确定她的死因 无论原因是什么 黎书贤的离世 都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提醒人们 关注和重视身心健康 黎书贤的突然离世 令许多人感到难以接受和震惊 社交媒体上 涌现出了大量的哀悼和回忆的留言 许多人纷纷赞扬黎书贤 在选美界的突出表现 和深刻影响力 并表示对她的离世深感痛惜 黎书贤以她的美丽和魅力 在选美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她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的成就 更是对亚洲女性的鼓舞和激励 她通过努力和才华 展现了亚洲女性的自信与魅力 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 和女权意识的唤起 起到了重要作用 黎书贤的离世 还引发了人们 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在现代社会中 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许多人面临着压力 焦虑和抑郁等挑战 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提供心理咨询和支持 对于减轻心理负担 和改善整体健康 至关重要 无论黎书贤的离世原因是什么 我们都应该怀念 她带给我们的美丽和感动 黎书贤的突然离世 是我们对她的敬意和怀念的最好表达 让我们珍惜每一位离开的人 并牢记他们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和贡献 黎书贤的离世也提醒我们 明星们也是普通人 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他们经常承受巨大的压力和高度关注 他们的健康与幸福 同样需要我们的关心和呵护 在追逐明星的同时 让我们也为他们的身心健康祈福 黎书贤之死 明丽背后的无尽之谜 香港女明星为何以极端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作为早已实现财富自由 明丽双收的女星 为何她选择抛弃一切 走向这条不归路 黎书贤的一生璀璨夺目 1995年 她以亚洲小姐 亚军的身份踏入娱乐圈 从此在娱乐圈中大放异彩 她的演艺生涯如同顺风的船只 宁丽双收 备受瞩目 然而 在这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 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挣扎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她的自杀 归因于生活的压力或心理的脆弱 毕竟 与黎书贤同处一个社会环境下的许多人 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 失业的困扰 生活的艰辛 婚姻与育儿的重担 但他们都选择勇敢面对 绝不轻易放弃 这告诉我们 生活的压力并不是唯一决定生死的因素 我们也不能忽视 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 对个体选择的影响 抑郁症是一种疾病 它无声无息地侵蚀着人的内心世界 让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与无助 对于身处娱乐圈的黎书贤来说 她所面临的压力 期望与关注或许远超常人 这些压力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排解与释放 就有可能转化为对生命的绝望 此外 我们还需要深思 在物质丰富 名利唾手可得的今天 人们是否忽视了对于精神世界的关注与滋养 我们追求事业的成功 物质的富足 却往往忽略了内心的声音和真正的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很容易被忽视 直到悲剧发生 黎书贤的离世是一个警钟长鸣 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身边人的心理健康 尤其是那些在聚光灯下 看似光鲜亮丽的名人 名利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对心灵的呵护 生活不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与困惑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 为何来评判一个生命的离去 更应该思考的是 如何为每一个生命 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谐的环境 让每个人都能够在关爱与支持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 愿黎书贤 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安宁与解脱 也愿我们都能从她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更加珍视生命与心灵的健康 让我们回顾一下 黎书贤生前代表作 每个角色都演绎得深入人心 看看哪个角色让你深深迷恋 在《古惑仔》中 黎书贤饰演的角色是方婷 方婷是一位电影明星 也是红星老大蒋天生的情人 她有着楚楚可怜 惹人怜爱的气质 和令人惊艳的美貌 尽管方婷的戏份不多 但黎书贤凭借其出色的演技 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塑造 成功地掳获了大批观众的心 对于黎书贤在《古惑仔》中的角色评价 她成功地诠释了方婷这一复杂角色 她将方婷内心的挣扎和外在的坚韧 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能够深入地理解这一角色 尽管有部分观众认为 她在某些情感表达上略显生硬 但总体来说 她的表演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战狼传说》中 黎书贤饰演的是女主角冯军慧 冯军慧是一个温柔、贤惠的乡下姑娘 她在寻找哥哥的过程中 遭遇了一系列意外的事件 并与主演《魏晨》有着深厚的感情线 黎书贤在《战狼传说》中的表现 得到了导演和制片人的高度评价 导演称赞她 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是一位极具天赋和潜力的演员 制片人也表示 黎书贤的出色表现是《战狼传说》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雪花神剑》中 黎书贤饰演了女主角雪花 关于她在该剧中的表现 一些观众和评论家认为 黎书贤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坚强、独立和有情有义的女侠形象 她的演技也得到了赞扬 同时也有一些评论指出 黎书贤在该剧中的角色塑造略显单薄 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层次感 总体来说 黎书贤在《雪花神剑》中的表现得到了部分肯定 但也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黎书贤的演技非常出色 她能够将角色的性格、情感和内心世界刻画得非常细腻 让人们仿佛能够深入角色的内心 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 黎书贤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她的演技和魅力让人们永远难忘 虽然她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是她的作品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演员和观众们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